這算是南澳非常 當地人很喜歡的餐廳 對啊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就是 這個是 我們剛剛在那邊撈 有 我們剛剛在那邊撈 撈沒幾條 一兩條而已 那是用甘草的 這個是炸的浪花蟹 對 它這黑黑的呢 讓你們猜一下 這看起來像草香菇 可是它叫海香菇 它是算花枝跟魷魚的皮 去做成的 真的假的 對…因為大隻的 那這個厲害嗎 吃看看就知道 我跟你們講完以後 你們不會講 我真的假的 對… 它這牙的肉很像田雞 像田雞在Q 然後它又用三杯的做法 對 其實有點像某一種鯊魚肉 因為它有一個膠質感 是漫波魚那種嗎 沒有 它是河豚 我會有毒 你們會有 一般的吃河豚 我們都是用一般那種沒有毒的 因為有些人都比較怕 中毒或什麼的 我那一段都不要吃 肉不多 但那個有一點膠質 那吃它很依靠 對 脫氣很重 對 依靠很好 接著吃看看 新鮮的 生煙的 這個就是不錯耶 很香 然後加了一點蒜苗 它的肉還真心有一點滑嫩滑嫩 而且完全沒有腥味 我們這裡就是要不受污染的 這個時候就會開始傳染下去 然後它們會回油到淡水這邊 這個蟲爆得好香喔 這個我可以吃一整盤 這海香菇吃起來很像香菇耶 真的是喔 真的耶 它好脆喔 那這個為什麼你們會發現 是這樣的做法 之前海上很多人之後 會去抓一些魷魚或花枝 他們的皮有時候我們都不要 就會把它處理掉 對 對 然後因為我們這裡的人 就會想說不要浪費 那就把它拿來再繼續使用 比較吸引 對... 然後想說再用它們 有一個料理的方式 這樣炒一炒 真的還不錯 真的還沒吃過 對 這個其實量也不多對不對 對 很難抓 我八十幾個去抓 他說抓一個早上就很多了 他就因為他跟蒜酥一起爆炒 蒜酥附著讓它那個 有一點點脆脆 有一點像蝦殼 但它就比蝦殼再薄 然後吃起來那種香味十足耶 謝謝瑋哥 感謝你 喜歡我們馳騰 都市傳說香店的旅行風格 那你現在要做的事 按上訂閱加上小鈴鐺 快點 快點 快點